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在佛典里面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 我们在佛典里面经常会看到夜叉 那夜叉有的是害人的啦 但是有的后来被感化以后 他也扶持佛法 那么在在绿典里面 根本所以就有不比那些杂事里面 就有提到鬼子母 他是个夜叉 那么这个夜叉 他生了很多的小孩 一共有五百个小孩子 那很多很多 那最小的这个小孩子 他是最疼爱的 但是他以什么为食呢 他去偷吃人家的小孩子 很多的小孩子 只有一个 也有两三个三五个 因为他天天要吃 就吃了很多小孩 结果大家都很慌张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有人就去跟释迦牟尼佛求救 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鬼子母 他的最小的这个小孩子把这个小孩子把他照住 照住以后他看不见了 事实上只是暂时拘留一下而已 结果那个鬼子母到处找到处找都找不到 他就非常慌张 后来有天人跟他讲说 那你既然到处都找遍了 你去请问释迦牟尼佛吧 他是一切智者 无所不知啊 结果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他的小孩子 是被释迦牟尼用拨啊 暂时把他照住 鬼子母说 请世尊 把这个小孩子还给他 世尊就说 你还有四百九十九个小孩啊 只有一个不见了 你干嘛这么伤心呢 这个鬼子母 他说这是我最疼爱的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活不下去啊 我的心肝会痛啊 那释迦牟尼就说 你五百个小孩子 其他还很热闹啊 只是一个不见 你就这么心痛 人家只有一个小孩 那被你吃了以后 父母亲不心痛吗 这个心痛 比你这个失去一个小孩 痛了好几倍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希望 要回这个小孩子的话 可以 那你要受三规五戒 后来这个鬼子母 他非常希望 最幼小的小孩子 能够回到他身边 他就答应了 但是受三规五戒 第一条戒叫什么 不杀生啊 这下子 佛陀的用意就是说 不要再让他去 吃人家的小孩嘛 就叫他不杀生 这个鬼子母 他说我既然不吃人家的小孩 那我要吃什么呢 那释迦摩就说 你放心 以后这些出家众 他们要初食的时候 会有你一份 所以我们在 武哉初食等等 有一个大盆金刺鸟 旷野鬼神众 罗刹鬼子母 有没有 罗刹鬼子母 甘露西充满 就是用初食 来让他们分享 那么 这故事 其实是代表说 我们 自己 亲爱的 有时候会有 气腹之痛 但是别人的 小孩子 或者别人 也说 这种同理心 没办法 普及 没办法 推及及人 那我们佛教 所要张扬的 其实就是 这个慈悲心 要同理心 如果说 是 站在他的立场的话 那人家会怎么样 那我们在修学 既然提到戒 三规五戒 我们就要 严格遵守 让他清静 那么在佛典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 刚刚有提到 罗刹鬼子母 有罗刹二鬼 曾经有一个商人 他要 到 大海里面去寻宝 寻宝的时候 不小心 翻船了 那船翻了以后 他还好 准备一个救生圈 当然没有像我们 现在这样子 他那是一个扶囊 有打气 可以扶在上面 一个扶囊 那在海上 飘啊飘啊 等待救援 那时候 二罗刹跟二鬼 他就出现了 都是想要害人的 他就故意说 你那个扶囊 能不能分一半给我 他说不行 我这个扶囊分一半给你 我就没命了 他说一半不行 要不然四分之一 然后四分之一也不行 一点点都不行 因为扶囊一戒一半以后 就泄气了 泄气了 那我怎么活命呢 所以在佛典里面 他主要讲这个戒 就像扶囊一样 是带着我们到彼岸 这叫斯罗波罗蜜 也就是慈戒波罗蜜 我们希望大家互相勉励 慈戒清静 没有任何的小缺陷 没有任何的漏洞 能够安安稳稳 到达解脱 好